新晉樂天女孩和團長賽前亮相 帶動新晉舞曲教學 心血加入 讓成員一口氣擴增到33個 成全台最大啦啦隊 零打音並缺席 還有南韓啦啦隊女神李多惠 全員登場33區2 職棒樂天桃園開幕戰 除了啦啦隊很吸睛 球員的球技同樣備受期待 但大家積極看球的粉絲們 這次開賽小確幸美了 職棒桃園隊開幕戰二號開打 只不過陶傑卻突然宣布 你搭積結看球賽回程免費 這政策要取消了 讓不少球迷都覺得相當可惜 以台北球迷來說 回程搭捷運就得多150 優惠取消陶傑表示 是因為北部球迷多搭高鐵 再從A18搭一站20元過來 回程會選搭積結返回台北 對陶傑而言 這是只搭20卻送150 衡量後發現營運未達預期效果 實施了這麼多年 卻在新市長上任之後 就立刻中斷 傾銷而言 真的是非常的短視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來看球 除了加速賽後人潮的舒緩之外 還能降低球場周邊的停車需求 目前陶傑與樂天商討新優惠 規劃一日票想求票折扣 插額由陶傑吸收 但還在談 沒定案 做火車要總理 然後再做檢驗館 三四十分鐘吧 就七十分鐘 回程約會沒了 開銷多了 可不是多看幾眼淋香 能補回來 TVBS新聞羅氏彭吳軒桃園 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